大家都说早餐是最重要的一餐 但是不只要吃也要吃得对 根据台湾癌症基金会6月份的问卷调查 全台湾国小学童只有7%的人 每天摄取足够的三输二果 蔬果摄取不足 让身体维生素、宽物质等营养流失 会导致免疫力降低 还会有情绪与睡眠的问题 现代人生活忙碌 没时间自己准备餐点 外食足就成为台湾普遍的现象 然而不良的饮食习惯 对台湾儿童影响很大 饮食以碳水化合物为主 加上高油、高糖、低纤维 会让血糖快速上升 将会影响儿童在血液上的表现 从调查结果发现 6到12岁儿童在高糖分冷饮的摄取 就占了总热量的6.8%以上 专家建议 出国中含有植花素能帮助对抗疾病 达到防癌、抗癌的效果 所以孩童们每天都要摄取三输二果 也就是蔬菜要有三份煮熟后 约半个饭碗的量 水果约两个拳头大小的量 据统计 现在孩子平均每天摄取蔬菜 约1.72份 水果1.55份 其实都是有机会达标的 这些蔬果大多是在午餐与晚餐摄取 因此 如果能在早餐时间也加入蔬果 就可以完成三输二果的目标 话虽如此 但很多家长实在太忙 家长不少儿童有挑食的问题 因此烦恼如何帮孩子准备餐点 台湾癌症基金会营养师徐桂婷建议 可以运用多样颜色的食材搭配 促进食欲 例如挑选酸甜开胃 多汁好咀嚼的水果 解决孩子挑食的盲病 而忙碌族的家长 可以选择比较不废食的蔬菜 起司、吐司来制作早餐 另外加上一份好携带水果 一杯豆浆 外食族则建议购买含有蔬果的餐点 或是额外买沙拉、水果等 可以让孩子在一天的开始 补充足够的能量 人间福报吴婷怡 台北报导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